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们通常认为战场上瞬息万变 士兵没有时间割人头 实际上古代军队作战并非单打独斗 以前军为例 作战时以议程为最小作战单位 人数有100人 由75名战士和25名后勤人员组成 当一个士兵砍人头时 将得到其他战友的掩护 因此战国策所描述的情形是有可能出现的 秦国对于军功的考核有着严格的要求 秦军五人一武若有一人战死 其余四人获罪 有二到三人战死则加重处罚 免罚的条件是秦军一人战死 必须用一个敌军人头补偿 因此 普通士兵若想取得军功 必须先在斩获敌手中 扣除己方战损士兵 方能计算军功 对于军官而言 军功考核的难度更高 秦军 基层指挥官 屯长和百将 在作战中 所在军队没有斩获 自己将被斩首 相反 斩首达到33个 屯长和百将升决一级 此外 在围城战中 斩首8000以上 或者野战中 斩首2000以上 就能进行封赏 各级将官均可升决一级 战斗结束后 报首三 乃孝 三日 将军以不移至士大夫劳绝 以三天为周期 进入军功评价封赏阶段 人头势众三天 将军确认无误后 在三天内论功行上 所在的县 在三天之内 没有落实封赏的 该县的城和魏都 将受到惩罚 斩首耗费时间长 分量重 不利于行军作战 各个历史时期 都有用其他部位 代替人头的记载 在《说文解字》中记载 国军战断尔也 古代战争中 割取敌人的佐尔 代替首级 选择佐尔是因为 古代以佐为尊 这种做法以元朝为设 另外 旗下在西北强势崛起 也有以鼻带手的记载 人头如此重要 由此产生了负面影响 为了虚报成功 出现了官兵杀粮冒钩 甚至残杀同僚 假冒的现象 由于明朝为罪 斑斑劣迹不绝于明史 国阙等典籍 而汉末董卓 唐朝安禄山 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 每当国家腐败无能之时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穷起根源 无非是国家的权威性 和执行力遭到削弱 部分官兵投机心理作祟导致的 唐朝大使人王博写实感叹 冯唐一老 弥广难封 说的就是军功的那些事 阿文帝时 云中太守卫上上报军功时 仗实不服 遭到革职 经过冯唐的指剑 方才复职 警帝时 冯唐多次泛炎指剑 被罢返乡 冯唐复起时 已经九十岁了 李广更是个悲情英雄 声名显赫 却因军功不显 始终未能封绝 最后一次作战中 竟因迷路 错过了立功的大好时机 最终自杀身亡 比斩首更重要的军功是斩将 将军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 在军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将军的位置靠后 身边又有中英的卫队保护 因此杀死一个将军 难度更高 当然 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 一旦得手 风光无限 楚汉象征 一代战神项羽兵败下 被迫乌将自吻 为了争夺项羽尸体 汉兵一勇而上 自相残杀 死者打数十人 最终 郎中其杨喜 其司马屡马头 郎中 吕胜 杨武等四人 各得其一体 汉高左流帮分别给予四人封侯和十亿的奖励 其中 杨喜拉开了中华四大家族之一 鸿农阳士的序幕 所以说 一次斩将的军功 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除了斩将之外 多奇同样仅仅注目 古代军队中 有代表皇帝的大盗旗 有表明身份的雅旗 有象征国家的好旗 还有指挥军队的五方旗 夺下对方的军旗 能够打扰敌方的部署 动摇对方的军心 从而影响战争走向 西汉民将 李广的小儿子李感 在大将获去病手下任职 公元前119年 李感参加了著名的墨北之战 与匈奴左贤王的战斗中 李感汉不畏死 奋勇争先先 一举夺下左贤王的战旗 战后 汉武帝将李感封为关内侯 十亿两百户 李感凭借夺旗的战功 弥补了李广南风的遗憾 与斩将夺旗不同 破阵交为特殊 这项军功要的不是人头 而是着穿对方的军阵 进行分割包围 达到取胜的目的 简单来说 就是在千军万马之中 杀出一条血路 能够参与破阵的将士 毕竟是胆识与勇兼顾的汉将雄兵 唐武德四年五月 唐军与寇建德率领的夏军 在虎牢关对峙 秦琼 程之杰等大将 跟随秦王李世民 趁夏军不备 率清记急速追击 顺利击穿夏军军阵 在阵后树立唐军大旗 夏军健壮 无心恋战迅速崩溃 李世民成事 追击三十里 升紧夏王 寇建德 可见破阵的威力 可见一斑 秦琼 程之杰两人 因公位列 零阴阁二十四功臣 成为唐初名将的代表 本兵级时代的工程战 对于进攻方来说 简直就是乐梦 正因如此 在古代军功体系中 仙灯功劳最大 仙灯 顾名思义 就是率先登上城墙的将士 第一个活着登上城墙的士兵 起到了攻守意识 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仙灯之士不但赏格封后 名利双收 还能得到皇帝的垂经 西汉初年 周伯跟随汉高祖刘邦 攻打夏义 周伯身先士卒 抢仙登城 立下大功 犹邦赐他武大夫的学位 武大夫在汉朝军功绝制中 属于第九等 高于大夫 官大夫和公大夫 由大夫之尊之称 周伯由此关于横通 一直做到了成像 成为汉初政坛的核心人物 军功的产生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延续至今 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落幕 现代军队同样需要军功激励 军功不但授予了一线作战部队 还表彰了训练 执勤 科研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军人 是现代军人荣誉的象征